新北市淡水区清水祖师庙邀请书法老师辉豪送春莲 给前来参拜的信众 并且发放红包给辖区内的低收入户 占款高达120万元 一共有700多户受贿 希望能够帮助弱势过好年 此外应应防疫有活动还移到庙前来举办 庙方也特别安排人力进行消毒 确保民众安全 农历年节将近不少人都会开始举办写春莲的活动 淡水的清水盐祖师庙也不例外 今天上午清水祖师庙里面人声鼎沸 相当热闹 庙方请来了书法老师 来到庙里面辉豪 要来赠送春莲给前来参拜的信众 而另一头祖师庙也发放了慰问金 要给淡水区内的低收入户 庙方希望借此弘扬祖师爷的祭祀救人精神 今年为了防疫配合政府 我们的春莲大赠送改在户外 我们往年都在庙里发送 在户外大家这个空间也比较好 我们全力春节时间 全力配合政府的政令 戴口罩 酒精 还有我们的温度等等 我们每年就是在农历的12月15号 大家来庙里拜拜 顺便我们大赠送春莲 还有发放今年整年度的这个 慰问金 庙方表示今天是农历的12月15号 因此庙里面也有举办法会 但是因为国内疫情也要做好防疫工作 除了将活动移到庙前的户外广场来举办之外 民众也必须要戴口罩 庙方也会安排人力来消毒 而这一次除了找书法老师来发放春联之外 更针对区内的低收入户进行红包的发放 每一户最高可以领到1500元的红包 总共有700多户 共发出了120万元 希望能够借此帮助落实 到处都挂满了春联 让祖师庙充满了浓厚的过年气氛 庙方表示 庙里面的钱都是由信众捐献而来 而距离农历春节剩下最后两周 藉由这样的关怀弱势活动 祖师庙也希望达到抛砖淫浴的效果 能够唤起更多的爱心 让社会更加温暖 记得许多万一 都是三方报道